好,欢迎来到新来讲电影 今天我刚刚用了人生宝贵的六个小时 后面应该是六个小时 去看了这三集 去看了这三集《以天逃龙记》 《以天逃龙记》 我背后有这个93年的版本 李廉杰的,我特意找回这张poster 因为李廉杰后来在美国红了之后 美国是有发行这一部电影 叫做Kung Fu Kull Master 当做Kull Master 简单来说Kulls就是邪教 他照应就是《以天逃龙记》之魔教教主 另外也看了最近 无端端变成了网大的新的《以天逃龙记》 这个 《九阳神功》和《圣火风云》 这个英文名字 我不知道这一部会不会在美国发行 如果在美国发行 我估计那张poster要改一改了 带头就一定是甄子丹 因为美国人就只是写甄子丹的 里面有这么多演员 一定是甄子丹 以前成龙在拍了那些台湾片 以前美红的时候 客串的台湾片 后来他红了之后 在美国发行 也拿他的死人带头出来 举个例子 火烧岛 火烧岛是客串的 客串的台湾片 美国出的那张poster 就是德成龙的带头 这就是 什么都没有 那可能 甄子丹可能这个 他有英文名字 叫做New Kung Fu Count Master 这就没了临风了 就会变成甄子丹的带头 我相信美国会发行 因为Netflix 连这个 三国无双 新三国无双都买的话 这套他会买 我猜 今天就找到我的partner 这个Alex Alex 为什么又找他呢 因为他看得比我更早 别人都扔了上网之后 一个半钟头已经看了 这样 那坚格呢 他之前很清楚 对《以天途龙记》 因为他好像看了 不止电影 对于剧集都看了 几个版本 你是不是看了《石坚》做《金毛诗王》的版本 最旧的版本 那个版本我看不到 但是我网上有看过 那个是 很旧的 但是我最早看到 都是郑少秋的版本 OK 曾鸣光 不是曾鸣光 那时是曾鸣光 那时是见到《金毛诗王》的 我最早看 但是又没看完的 就是梁朝伟的版本 梁朝伟的版本 也有看完 我常常翻炒的 因为《以天途龙记》拍了这么多 我不先讲电影 只是讲电视剧集 我觉得最好看 感觉上就是梁朝伟的版本 86年这个版本 最早期郑少秋的版本 就是新穎 因为那个时候 刚刚电视台兴起了 拍《金融名诗》这一剧 他拍很多的 都是叫做 有看头 这样看 是好看的 那几十集 你知道 又神雕又射雕 什么都出来了 总之 不停拍下去 反而86年那时候的 气势和 剧力 是接近原著的 接近原著的 就是他改編的 差不多百分之 九十几都放下去了 后期台湾版也有做过 即是你说无线86年那个版本 梁朝伟的版本 是接近原著的 他最接近原著的 郑少秋那个也是 但是郑少秋那个 神水始终不够梁朝伟做得好 但是那时候的郑少秋是做得好看的 要看法 要公平一点 是 但是后期大陆版所拍的 那么多套 譬如 台湾版有拍 所有朋友那些 到近期的 曾信希拍的 《二千同龙记》 拍得很华丽 但是那个剧情也删改了 删改了很多 感觉上 他只是着重了有几个主要的几个点 拍到 那就算了 但是 很多个剧情 和做都 没有无线的那种好 但是 在剧集中来说 我手推都是梁朝伟的版本 电影只有两套 一是 我们现在看后面的《二千同龙记》 是唯一一个电影版本出过 这么久 之后就事隔二十几年了 对于我来说 就不是事隔二十几年了 因为我昨晚看了 很有趣 我没有看过《原著小说》 但是我归纳这么多版本的《二千同龙记》 我归纳它包装为两类 一类 就是将这个张无记包装成一个小子 另一类就是将它包装成大盒 为什么那些人觉得 网上这么多人觉得 刚刚在网上出这个版本这么难看 或者这么沉闷 就因为 当然了 此其一就是因为他将整套电影 切成了两套 之后 都差不多近两个小时一套 就是我刚刚一口气看了 要剩下四个小时 浪费了你人生四个小时 也不能说浪费的 只不过它是不同的 我觉得李廉杰 同样都是黄晶 但是今次黄晶合同 姜郭文 其实姜郭文 看一看他的IMDB挺极的 姜郭文就不是主力做导演 但是他 差不多是 以东升的二用摄影 他在金像掌上是 是nominated最佳摄影的 就是说什么 这个 黄角黑夜 门徒那些是他做摄影的 他是金像最佳摄影 他做导演的电影就不多 他经常都说 黄晶、姜郭文合同 我估计都是姜郭文多了 黄晶也是挂名的 但是以前那一套 是黄晶导演的 是 93年那一套 还是他监制 不是 是他监制 但是李廉杰也有份监制 还有那一套 劲在 武术指导是 红金宝 红金宝 即是在里面做这个 张三峰 张三峰那个 红金宝 他监制 他做武术指导 他做武术指导 所以里面那些功夫 当年那些师资也没那么厉害 那些功夫就硬条硬马 是吧 这样 那么 监格呢 他包装到李廉杰也很像 梁朝伟的二天屠龙忌 就是一个小子 就是一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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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幻世不公 初初是吧 这样的角色 另外 也都包装到说 小超很可爱 邮淑正 是不是 也都 弄到说 张蕴很漂亮 那么 也都 黎芝就比较少发挥 我估 当初应该是 如果那个铺牌是这样 应该黎芝是下集出得多 就是这个 他的演奏是下集 我们没有见过的 但是下集是胎四腹中的 那个结局就是张蕴说 我会告诉你听 我第三个愿望的了 你答应了我三个愿望 说了两个 然后就完场了 飞走了 是吧 我也以为有下集的 我等了二十几年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当年 以天屠龙忌 他就在这个九三年的 圣诞第一档 当年九三年 港产片是很蓬勃的 圣诞都要分几档的 是吧 农历新年又要分几档的 就是他那个 两档 农历新分两档的 三档 最劲的是三档 对了 最劲的是三档 举个例 第一档是家有喜事 第二档是 这个富贵逼人 第三档是大迷信 当时是三档 很厉害的 港产片 那圣诞都分两档的 圣诞踏入新年 加上就可能三档 他以天屠龙忌 就在圣诞之前 12月18日上映 那就是 变了 片商是很有信心 将他摆成圣诞第一档 那时候永胜 永胜 居民是拍了三千多万 当年是很多钱 是吧 是吧 大佬你买一层楼都是百多 不用一百万 是吧 三千多万 就是买了三千多层楼 买了三十多层楼 三十多层楼 对了 那三千多万结果 在圣诞档上 结果是怎样呢 仅仅收了一千万 是很差的 圣诞档是很差的 你想想 黄晶 用四天还是五天 随便拍了一套整固专家 都收了三千多百万 三千五百万 那时候 用了四天拍整固专家 对不对 当时你想想 周星驰和刘德华都不贵的 其他那些都是 闲国 对不对 但是这一套 《倚天屠龙记》 它那个卡士那么厉害 它用到红金堡 当年很贵 红金堡 是吧 当年很贵 李廉杰也很贵 也不便宜的 李廉杰已经是 拍了王飞鸿之后 1992年拍王飞鸿 这个93年一定贵的 是吧 红金堡那时候 差不多来荷里活 是吧 又是贵的 那么你一个这么大的制作 到了最后真是 亏到趴在那里 那结果就是烂尾了 香港产片 说要拍下集或者逐集 而是烂尾的很少的 这一套是子其一 第二套就是阿非正传 又是这样烂尾了 阿非正传是拍到破产的 拍到破产 拍到邓光荣 拍到邓光荣破产 那就没办法了 这次这一套 阿禁哥就聪明了 他不是聪明 他不是聪明说 如何赚到钱 他是聪明到一次过拍了两套 那就不会烂尾了 不会烂尾吧 一烂就烂了 一烂就烂了两套 是吧 所以 1993年那一套 拍到李廉杰是很跳脾 很有趣的 就是另一个 是另一个李廉杰 你想想1992年刚刚看完王飞鸿 这么正经 1991年王飞鸿 1992年男儿当志强 1993年司皇争霸 就是整天看到 正气凛然的李廉杰 其实他的複製品 你可以回到之前 许冠杰做令狐冲 赵冬江湖的电影版 你有没有印象 他拍过令狐冲的电影版 有 是的 他也是除黑的 他因为那个 他也将 颠覆了一个故事 他也将颠覆了一个故事 王精就照版主管 想用这种方法 将那个 故事颠覆 原来拍成电影 但是就 为什么《徐克》拍得那么好 是不是 许冠杰和动作 拍得顺畅 我觉得是的 你知道王精一向会拍一些胡闹的东西 但问题就是 这部片 《二天堂龙记》 太深入 跟令狐冲不一样 令狐冲本身的性格 是浪荡不羁的 所以他电影里 许冠杰做的东西 都是 《奶奶嫌》 但是 如果你看完主 张无忌的角色 是稳重沉屈的 跟他开始 看《少年》这个电影版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看完之后 是代入不了那个角色 因为 他们看到《原著》的《二天堂龙记》的张无忌 不是他款的 但是 他将 王精颠覆得 过分了 后期 我看回他的故事 跟《原著》的铺牌 是参天共地的 当时来说 可能那些人不接受 因为 他以为 当时《少亡光湖》的成功 他可以复制同一件事 如果你重新 许冠杰的《少亡光湖》 李廉杰也有拍过《少亡光湖》 是他拍的 但是问题是 第一次 他有拍《少亡光湖》的《少亡光湖》 所以他拍的 他拍的 可能不得太多人喜爱 还有 拍到 他很大的 很多 感觉上有点离提 但是 但當時可能不接受,可能因為當時太接近原住,因為當時是九三年白 大家都覺得他離開原住太off,所以大家不喜歡 這是我當時看的,但你今天看他的那個,我覺得 反而你年紀也好看過林峰那一套 上半部的九陽神宮故事差不多 一模一樣,一模一樣,百分之九十 起碼因素數不是這樣死,他們兩個馬上死掉 這套紅金帽的張三峰是比較粗口的 恩志丹是不粗口的 其實你說對白的問題,九三年那一套 全部的對白都是用港產的對白 你想想,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田啟文在九三年那一套,也在2022年這一套 是啊,他有做華山那兩個 不過另外一個是換了肥仔聰 但田啟文在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做同一個角色 他那時候你記不記得他兩個人呢 因為田啟文在九三年那個是做策劃的 是這套戲的策劃來的,田啟文 田啟文 他不是創了很多搞笑的對白的 不是說要奸責女人 其他東西留給你,女人留給我 然後你說我是用法國籠罩 不是,我是渣布籠罩 我看起來是個癮的,因為我好像在看周星馳的電影 尤其是田啟文在裡面 還有你覺得那些東西很搞笑 譬如說張翠山找吳鎮宇 那個年代我們經常看吳鎮宇都想起周星馳那一套 他就是做古艷洋 是不是古艷洋 他是做古艷洋的兒子 古什麼鬼都忘記了 陰陽怪氣的 我看到吳鎮宇就想起搞笑 但他又沒有搞笑 做張翠山 紅金寶也是爛口的 也是搞笑的 整套是搞笑的 像邱淑貞一樣 你看看後面的圖片 他有些像春麗 我覺得 他的角色濃縮了 他本來的角色沒有了 不見了就放在那裡 他不應該在那裡看到他 他只是在明教的江明頂看到他 他在外面看到他是阿欣 是他表妹 你沒辦法 但你看看魔教教主 你覺得小超很跳脾 張敏 他其實也有首尾呼應 張敏跟他說 給他一個冰糖葫蘆吃的時候 他跟他說 美麗的女人一定不可以相信 是冰足李連傑 所以李連傑看到美麗的女人是不相信的 最後李連傑自己也奸 自己也說 不知道美麗的女人不相信 表面中直的男人 也不相信 因為他不知如何 他硬要學了那個武功 學了九龍神功 九龍神功 那 這一堆東西 新版是沒有的 因為林峰是一個大俠 他不會用詭計去學武功 他沒有 是唯一是沒有了 是的 阿甄子丹用詭計 給他一部武功 他 反過來 他不會是他 弱的 還有我在咪後跟你說過 張敏的角色 本來是他媽媽 然後變成趙敏 後面看到我一頭霧水 然後他就說 這個女人很像我媽媽 然後又喜歡她 看到亂倫 本來是她媽媽 其實我是很期待 你看完 魔教教主 你很期待下一集 究竟張無忌是不是有戀武狂 那樣 他找個女人 他直接說到出口說 這個女人好像我媽媽 然後他又好像墮入了愛河 又是同一個人去飾演 又是張敏 奇怪到很少這樣 你真的以為他是戀武狂 反而 新版本 我看完這四個小時的版本 就清晰很多 就應該要分開兩個角色 是的 還有 還有 下集他拍了出來 其實對於我這些沒有看過小說的 就解釋得很清楚 還有其實他好像放一些 我不知道小說有沒有 是放一些無間道的元素 尤其是下集這個聖杯風雲 就是好像小超 本來是中 但是又是奸 這個趙敏本來是奸 但是其實又是中 就是有少少 你是搞到好像分不到 就是這三個女人 是不是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邱二龍飾演那個 周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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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又是奸 是不是 這樣看 整套電影 鋪牌 就 如果 你照小說來說 就不夠時間 是不可能的 但是結局我是收貨的 即是下集我是收貨的 正如我所說 正如我所說 你不要看完絕 你負責紀錄完絕 你只看 其實是一個可以在家看可取的 科幻武俠電影 小超是無間道 又小絕都是 他是進去光明頂 是要拿一些東西的 所以他是無間道來的 所以他的角色是沒有問題的 周智若的角色 正如我所說 他是一個 要被逼他做一些他不願意做的東西 譬如他在小小的發獨世 即是悔分那裡也是 因為悔分那裡性格大變 悔分那裡是因為張無忌悔分 因為正常來說 那個故事是說 他喝著把心一橫 真的嫁給張無忌就算差數了 但可惜他師傅要他 將兩個屠龍刀和二天劍的秘密 要拿出來 因為現在武穆遺書 是一本九陰真經的 他要練九陰真經的 他促成的 所以你見到他後期他的武功這麼大 是因為他快速練九陰真經 走火日魔 所以變了有點邪道的 即是梅超風練成這樣 他沒有說梅超風 因為應該裡面會說 關於梅超風 為何會弄到九陰白骨爪 最快那個 趙敏一直都是憑色術行事 我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我要就要這樣 其實反而這個角色 是郡主 反而這個角色 他由電影所一直都沒有什麼 因為這個是他最主要的特色 小超就是一個很委屈 他很想侍奉張無忌和他一起 但問題是他要救他們 就要回去做波斯總壇的總教主 其實裡面都提到的東西都沒有差別 反而我今次看他這個 後期第二集裡面說出的因由 其實都有小說的中心點 有個中心點 但不是真的看得那麼實 因為很老實 太快了 因為你要看周子弱的改變 是需要一個時間去看它的變化 突然之間180度 是吧 因為電影太快了 你變成了你塑造的角色 其實我反而我喜歡他當初 你比一下 當初周子弱是奸的 就一直奸下去 因為他沒得選擇 那直接作勝他是奸 反而我們覺得反而合理 當你不要看回原著 我反而欣賞 我反而有期望 當年你連結的版本 周子弱是黎智做的 他是奸的 他在後面一直都是奸 他在開球的時候是奸的 我一直都覺得這個是合理的 但是後期這奸 我懷疑他主要是賣很大的特技 賣很大的排場 變成了他的實質的劇力 削得很弱 而且每個角色都不立體 很不立體 很不實際 林峰好像未卜先知很多東西 特意上去光明頂 他救人那裡 其實他好像未卜先知 其實當初那個原著不是的 不是的 就是他做得 你說只看娛樂就OK的 你不要理他劇情合不合理 無合片都不合理的 都當他是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一看原著 發覺他很不紮實 整套東西真的很浮 整套東西很浮 只看他的能 afraid 看他的武功 他連最後 authentication都應該不一樣 不是這樣去你們 如果你看free 打他三個神僧 是借信打成群的 但是成群是不會被擦陷 因為那把東西神早已被周知悅劈斷了 所以他不可能整套東西完結 但我真的很奇怪 他怎麽可以拿到裡面的秘笈 而那把刀和劍又沒有事 他真的在原子裡說要劈開兩個 因為這兩把東西一直要對劈才會裂開 但一直很多武林士都不想對持 所以一直兩把刀都沒有對撐過 直到周知悅劈破它 然後就拿到裡面的秘笈 實況是爛了 但問題是在電影裡面完整無缺 我就很懷疑周知悅怎麼拿到九陰真經出來 我真是很丟臉 還有李連傑那一套《宋青書》的戲品很多 這套劉浩龍做的《宋青書》 就是頭尾試試鏡 因為《宋青書》應該是一直暗戀周知悅的 是他暗戀周知悅的 他一直都誤殺了他的七師兄七師叔 所以就被他父親追殺 他最後放入鵝眉 練了九陰真經 最後被他父親打到殘廢 但你這次拍到四個小時都沒有怎麼說這段 其實這個角色其實不重要 因為你看到《宋青書》主要的場景要做的就是 《冰火島》、《光明頂》、《武當山》、《少林寺》、《大都的紙》 《火燒》的《大都的紙》 《六大門派》 還有最後 這是整個剪圖記的幾個最重要的場景 他拿了所有的,但你配合場景 其他東西自然就削得很弱 因為他要走得這麼快,人物角色自然就沒辦法 深入了他,一開始就把林峰練了16年的九陽神功 練了他出來沒辦法,你盲的也可以幫他搞定 但金毛蕭翁就沒有了,他出了一陣子 我以為他只有頭一尾出現,其他就沒有了 是的,隨感光 金毛蕭翁在裏面有另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當然他沒有拍攝就不要緊 但問題是,他只好張毛記 一開始說他練成了神功成為一個大合力 後面才合理 如果你根據袁子的話就不行了 因為他要經歷很多事情 被人欺騙,跌了山崖 我看完他的感覺就是 覺得林峰這個張毛記 就是糾纏在三個狡猾的女人中間的一個愚蠢 其實就是 因為他不狡猾,但其實三個女人很狡猾 被迫也好,被迫也好,不被迫也好 因為他三個都做過壞人 其實是吧 小小不算壞人 小小不算壞人 小小對他來說是因為他要拿聖火令的東西 以及乾坤達羅爾的秘笈 所以基本上他不算壞 他也沒有害的,張毛記也 他其實是幾個可憐的 但是周知日就不同了 但我最奇怪的是 他在冰火的島上跟他療傷 他穿成這樣,為何一張毛記不診他呢 很奇怪 穿成這樣,還能忍得住 可能有的 但是那個是要好像梅艷芳那樣 要上了迪士尼分五集出 分五集出 即是本來拍了五個小時 一斤到四個小時 裡面有這樣的場景 你去到這樣,哪裏還能忍得住 周知若是真是熱絕絲太的師生 不是,他裡面說 他欺騙他 周知若是他的徒弟的女兒 如果那個角色沒有記錯 他是叫曉芙 曉芙是他派他去 引誘楊蕭的 他生一個女兒出來 應該是叫楊不符的 但不知道他會叫周知若 這個我不知道他怎麼回答 這裏我看得很混亂 郭靖雄那裏不是說 什麼是滅絕絲太的師生女嗎 他騙他 騙他,逼他去吃 但周知若其實不是 周知若只是在漢水裡 偶遇一個漁夫的女兒 餵飯給張無忌 在小說裡面 批評他張三嫂嫂帶他入武當 但武當時沒有男人 他帶了他去俄眉 是這樣的 跟他的徒弟沒有關係 他徒弟有關係 叫曉芙那個 是跟楊蕭生了一個女兒 叫楊不悔的 那是另一個故事 這是沒有的 他沒有的 這裏沒有說過 叫了 沒有了 就直接說那個 就變成周知若 他收了他 這樣 就是這樣 其實你想得到他改正路 因為人物關係太複雜了 你四個小時 你根本 電影版你怎麼改 都改不行了 那說過劇情 先說到這裏 那我想說一說 剛才你都問過我 這部電影發生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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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這樣覺得 為什麼一個 你經常說三億 但我就說 不是三億 我糾正你 因為三億是拍了兩套 所以其實只是一億五而已 哈哈哈哈 那是這樣的 以前經常說 三千萬製作雷樂轉 但你雷樂轉最後撤了兩集出來 那就是一部電影 一部電影 哪是三千萬製作 是不是 穩困 穩困 還有林峰又說 林峰40歲林峰 這部電影其實是這樣的 黃晶2017年已經有計劃拍這部電影 基本上2019年已經拍完了 想著2020年上映了 誰知道是撞正疫情 撞正疫情 那如果2020年上映 林峰不是40歲 我為他平反 好嗎 好 他拍了37歲 2022年才40歲 是吧 37歲 那時候 推極 一路延期 因為這個疫情不是問題 一路延期 上不了話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這個我覺得 你知道拍戲的東西是要 等於 你網台台獎有個好劇本 你拿去這個 拿去這個 East West Bank 拿去華美銀行 說我現在要申請一個 business loan 我現在要拍網劇 如果他銀行購買的話 他也會借錢給你 那他借錢給你 你就要拍網劇 但是你要這部網劇有錢賺 你才能還錢給華美銀行 對嗎 對嗎 否則華美銀行每天會蓋你 是吧 拍戲也是這樣的原理 你拍了一部電影 放在那裡 花了3000萬 我就當你花了3億 沒有水份 我當你實報實銷 花了3億 但是你放在那裡三年 每天會蓋你 債主不是追債 那你怎麼搞 情況就等於你 迪士尼這麼大的公司 你花木蘭也會死 對著疫情 對不對 所以你沒辦法來講 你推到現在 今時今日 你又說Omicron 你面對大陸 你又要清零 是不是 你吐氣最嚴重 你又不可以去 賣去其他國家上先 因為上先 你馬上 大陸又不看了 因為有盜版 是不是 一定要大陸上先 大陸才能看到 是不是 大陸人才能看到 香港上先 大陸有盜版 大陸人又不看了 是不是 史其一 所以我覺得 你就是 逼著5元也好 6元也好 當眾籌也好 什麼也好 差不多找回部分 不用蝕到那麼厲害 那樣有一個事情好的 因為通常 行規裡面 你拍了3億 你的宣傳費 要用回1億 5元 即是要用回50% 即是你拍了3千萬 你用回1千5萬來做宣傳 然後做宣傳 你上到戲院 戲院又要拆帳 你躲著 你躲著 又蝕得更多 那 情況是這樣 如果你不上話 現在就這樣放上網 我當你5元也好 6元也好 那些人 全球的人 可能每人給5元 山大砍有柴 他可能不用蝕都未頂的 是吧 因為現在你說的 又不只是中國 是全球的人 是吧 然後 之後 可以賣浮 東南 你知道很多華人 很多華人都看網路的 是吧 我猜 山大砍有柴 山大砍有柴 第二件事 我覺得 等於我們去年 美國的疫情 美國五十個州 其實有四十幾個州 那些戲院從來沒關過 是吧 沒有關過 那些戲院沒有關過 但是最重要的兩個市場 加州和紐約都關了戲院 那就糟了 那些細片就上話 就繼續上 變成戲院要找戲貨 是吧 哈哈哈哈 但是這樣變成 通常那些低成本的戲 本來以前沒有在戲院上畫的 或者 Strict to DVD 或者Strict to VOD 現在有機會在戲院上 為什麼 你記不記得去年的情況 因為神奇女俠 那些什麼大片 那些大片 全部都退遲了 為什麼他們要退遲 因為他不可以 沒有了加州和紐約這兩個市場 那他就退遲一年 那你今年 基本上今年上戲院正在做的戲 荷里活正在做的戲 是前年拍了的 他本來打算去年上的 他本來打算去年上的 是不是 那麼問題就在這裏 大陸可能都是面對同一個問題 大陸現在沒有說他關掉了戲院 但是他可能有一單個案 或者十個案 他關掉了那個城市的戲院 我猜可能北京 上海那些大陸 會關掉 那些小陸 黑龍江那些 反而沒事 那你會不會上 那你會不會 雲南可能沒事 這套戲 這套戲是雲南拍的 那麼你 那麼你會不會冒險去上 因為你大陸有一間戲院上了 然後你全國第二天有翻版的 那你連五元 人家五元都不給你 這套戲院 你為了上 你為了上雲南那幾間戲院 然後搞到第二天有翻版 全國 全個國家有翻版 人家連五元眾籌都不給你 你不就更麻煩 是不是 此其二 此其三 此其三 我覺得 現在 現在 這個 合拍片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吃香 你看看 戰狼 你看看 長津湖 你看看我和我的祖國 那些全部是國產片 對 那些全部是國產片 國產片 都有十幾億票房 長津湖 我什麼戲都看 大陸片我都看 中國醫生我都看 無差別看 你也知道我印度片 那些伊朗片我都看 鹹片都一起看 不然我不可以叫自己電影男 鹹片我都無差別看其他國家 不只是看美國 那 那 問題就是 你的電影上畫 是嗎 那你 我講到哪裏 你那些電影 我剛才講到 票房受影響 我還講到國產片 長津湖 沒有香港明星 沒有香港導演 是吧 他都收十幾億 反過來 你看看 近幾年 拍片反而不是很高 在大陸的票房 是吧 還有 大陸有時候 大陸人很厲害 他學了你的東西 我舉個例 畫皮一 那時候他還要陳家上 去上大陸找真銀 是吧 去執導 都要高價請你的香港導演上去拍 畫皮二 人家已經用回自己導演 人家已經用回大陸的導演 是吧 人家學了你的東西 已經不需要你了 是嗎 是吧 所以你說香港的導演 有時候上去什麼 北上掘金 其實只是掘第一層 掘第一層 現在很多都不需要你了 你看到現象 尤其是黃禎 你看黃禎 先前拍過那些這樣的合拍片 票房也不是很高 但是成本很高 變了來說 那院商是不是沒有信心 院商沒有信心 那拍片 拿到的screen 拿到的院線 也不會多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院商 院商不是看 院商的角度 不是看愛不愛國 或者要不要國產片 或者要不要荷里活片 他的角度是哪種戲 收得 對 收得的韓片 他都排很多遠線 這個市場主導 所以其實本身院商也沒有信心 這個是我覺得 那他可能那個片主計算 你知道片主有很多 這次是吧 有無線、有邵氏、有精藝、有精藝、有什麼精藝 二來你霸到院線不多之後 你又要一筆宣傳費 三來 你院線不多 你一上了畫 又有盜版 你有盜版 你就連網帶也不用玩了 是嗎 是嗎 他沒有上到那條院線 那其實我不覺得 你說山大甲麻油柴 但我看那個評價 很老實 我看完第一集 其實我真的不是太大意肉 他看第二集 是嗎 我覺得整套東西的評價是差的 你有沒有看到外面的評價 這個影評嗎 差 我們在美國說回IMDB的影評 兩套都差 李連傑以前那一套都是6點幾分 10分 這套是4點幾分 更差 差 對 我剛才怎麼說 我繼續計算一下 3億 除以5 每人給5元 其實有6千萬人 6千萬人每人給5元 是嗎 或者收6元的就是5千萬人 是嗎 就是每人 那你找5千萬人 全世界找5千萬人 每人課金5元6元 也有可能 也未必是難事 也未必是難事 是不是 況且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5元是看一套還是看兩套 如果是看兩套的話 他3億拍了出來 其實你只需要找3千萬人 就是每人給10元 因為你5元看一套 3千萬人 如果每人給6元的話 大概是2千5百萬 你找全世界 這麼多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這麼團結 是不是 又喜歡武俠片 那找2千5百萬人 每人給10元 都找不到 所以我自己反過來 就不是這麼悲觀 其實對於這套片主 你覺得他可以均勻地拿回本 我覺得他就算 是 未賣外負 都應該會拿回成本 你賣外負給Netflix 那就更加感受到天花 或者其他 或者 不要說賣給Netflix 就這樣說 發行 配英文 發行 好像李連傑後面這套 李連傑 舊版本 配了英文 只要發行DVD 在Wallmark賣5元 我不會買 我不會買 鬼佬會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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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佬看到大大隻 Jack Lee 我就會買 鬼佬看到大大隻 Donnie Yen 他又會買 曾子丹 他們會買 我們當然不會買 當然不會買 那5元沒有錢 5元美金 也會見到 所以我覺得 也不算太悲觀 其實我對他這個 我也有一些保留 始終他的野心大 就是想春節假期上 因為看過往的紀錄 春節假期上 大陸的電影 跌不多不少 差跌 他都收到有幾億 這三億 他應該想著春節的時候 是不但回了門 還有些渣娜汁 如果是過往的春節假期上 因為那個妹妹做到 都可以看電影 其實他的說盤 就打得不響 即是河水片 其實真的河水片 其實是河水片 但是如果 照數學的經濟理論 你是對的 如果真的會不會去看 其實看完之後 這部影片 我覺得 這部影片 很紋 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紋 紋 我覺得紋 是因為 現在這麼多 評價出來了 你說會不會 還會給五元看呢 可能我連五元都省 因為其實過往 太多這些網路電影 拍到也有很壞的參半 不是真的那麼高的水準 對上一次我看他們拍的 金融網路電影 就是射雕英雄傳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有些電影 他一開始拍的時候 已經是網路電影 但是這部影片不是 這部影片是被人 下跌了 但是問題 他放了網路電影 我又不覺得 他跟其他網路電影 的分別差那麼遠 我不知道是 我看得他低一線 還是看高了其他 所謂網路電影 高了一線 我又不覺得他 好得怎麼樣 差又不是 但是覺得他好像 有一點點不拖不水 他拍到 我不太跟你說 就覺得一套 是 你說他像網路電影 我覺得不為過 因為他相比上一套 韓龍九藥 射雕英雄之韓龍十八獎 差不多 如果你看回國產片 那套韓龍十八獎 是有一點香港明星 關禮傑做王勇斯 但是他有一個很身材的黃勇 是郭靖的 那套韓龍十八獎 你發覺他拍出來 是和這套韓龍十八獎 我還發覺上一套 比他還好看 你查一下 這套韓龍十八獎 是幾個月前做的 叫做 射雕英雄之韓龍十八獎 是的 是各產 我舉個例子 比起這套韓龍十八獎 我覺得那套韓龍十八獎 和他拍得差不多 但是那套韓龍十八獎 那套韓龍十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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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舉個例子 他做了網路電影 他那個不是給錢看 你不用給錢看 你免費看 你走進去看 看他的廣告 每次按進去看 我不知道要看多久 他有一元 那套韓龍十八獎 那套韓龍十八獎 他就問人民幣 結果他撿了三千萬 就是有三千萬人 按進去看 我是其中一個 按進去看 那他這樣撿三千萬 你想想 那要不上話 這套韓龍十八獎 我不知道他拍了有沒有一千萬 那這種網路電影 就賺錢了 你又對 你沒錯 他真的賺錢 那套韓龍十八獎 最多都是二三百萬 幾百萬 二三百萬 他都不是中國拍 我記得 好像這套韓龍十八獎 他在中國拍 他說就說是菲律賓 但其實他在海南島拍 他的故事就說是菲律賓 假扮菲律賓 但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我告訴你 如果一套韓龍十八獎 是不用錢的 你就會按進去看 那你很容易就存到三千萬人 因為中國也有十億人 十億人 還有不止中國 我在美國也按進去 是嗎 有三千萬個 你也去網貿 他這些叫做Paper click 差不多 那他這些就是賺 如果以這種商業角度 是嗎 是 也對 你的成本真的要這麼低 是的 所以我剛才說的分別就是 被人被網絡電影 即是被人下跌了網絡電影 開始拍攝的時候 的預算是網絡電影 是兩件事 OK 等於我們以前 美國《荷里活》有很多電影 有些開始拍攝的時候 就已經想著不上畫 是要出席的 出席 出席 是的 他有預算控制 即是等於說 很多 譬如說 那些電影 頭一集可以收到 第二集可以收到 第三集 運水摸魚 換了一些男女主角 但是用了一個名字 在美國很多 然後拍四、五、六集 然後全部其實是不上畫的 是出席的 他那些可能的成本就是 原本那個 第一集的 美國派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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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十幾集 其實真的上電影 好像只有頭五、三集 還是幾集 不知道我沒見過 是的 頭三集而已 然後有些spin-off 外傳那些全部都是出席的 是嗎 是的 拿到一個名字而已 等於很簡單 狂野時速 一、二集 很收得 第三集 東京飄移 本來是打算不上畫的 所以他全都換了一些人 全部的人都換了 只拿回一個名字 是的 他本來是打算不上畫的 所以那一集成本最低 就是拍了五千萬 但是後來那個 發行商看到 我們這部電影 再上畫 那就又賺多一獲 就是這樣而已 反過來 視乎你做了一件事的時候 那個動機是什麼 你的動機是想著 我賣給那些電影台 是用來衝刊那些電影台的片庫 本來我已經想著拍垃圾出來 只不過因為你的電影台不夠氣 所以我拍來賣給你 對嗎 就等於網劇 也有很多網劇 也是很垃圾 當然有些可以的 有些網絡電影也是 就是因為你的市場現在大 你要有很多片庫去衝刊 那你一定有些爛東西出來 對嗎 嗯 就等於香港電影全盛時期 一年出三百部片 搞錯啊 一年才三百多天 你出三百部片 一日出一部片 那你中間裡面肯定有 過一大半是垃圾來的 是一些爛東西來的 是不是 一些可能在戲院上兩天 一些可能在戲院上五天 一些可能沒得上畫 你總會有肉弱食 或者太弱流弱的情況 你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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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了多久 也有半個小時 超過一小時 超過一小時 這次主要是想說一下 不是重點是說新一集《以天屠龍記》 而是 講一下歷代的《以天屠龍記》 兩套《以天屠龍記》 93年和2022年 這個命運 以及排片的情況 以及排片的因果關係 因為我經常覺得 李連傑這套《以天屠龍記》 如果不是排聖誕第一檔 結果是會好很多的 不會被其他聖誕大片打得那麼殘忍 等於聖誕你想去看一部電影 選一部電影來看 你會選一部比較合家歡的電影 不會選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應該是留給暑假中檔 或者是沒有那麼多競爭的情況下 排錯 我覺得這部電影不差 但排錯是當期的 所以就有點因果 我覺得這部電影還可以的 但有得比較的話 這樣比較二十多年 我反而真的希望當時你連這部電影還有下集 是的 我看電影很簡單 作為一個觀眾的角度 我看這部電影不睡著就可以了 基本上 你是武俠片 你給一些武俠片應該有的東西 你是笑片 你給一些笑片應該有的東西 你不要看笑片看著睡著 你驚嚇片就嚇一嚇我 不要讓我看得好像沒有打燈 然後就睡著了 很老實說 李連傑那部電影我昨晚就完全沒有睡著 很累 很累這樣看也沒有睡著 覺得很有娛樂性 演講圖龍記 我前晚看睡著了 我大前晚看又睡著了 我是今天睡足精神把心一橫 用了整個下午去看這四部電影 我感覺上好像我以前讀大學 收快押這樣 迫著我要看四個小時沙士比亞 然後寫一份記憶 現在就做功夫 要做功夫 是的 有這種感覺 完全不享受的 究竟是伏還是伏呢 究竟我是配伏還是中伏呢 你應該是中伏 我就中伏了 大家看完之後 寫哪個伏字呢 大家自己想 我就寫中伏的伏 好吧 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有機會找Alex來做嘉賓 聽一下其他電影 聽一下其他電影 或者電視劇 好嗎 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電影 拜拜 拜拜 拜拜